我們重溫講到知覺論 這個很有用的 一會兒我們講完之後 講到有什麼重要性 有些示範 然後Shirley 會講回 當我們進來的時候 觀察到溝通是怎樣的 我剛好看到你們在分享一些東西 我叫Shirley不如坐在那裡聽他們的過程 她就留意到一些東西是很好的 你們有很多好的地方 也有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原來看看這些知覺對於未來很重要 我們未溝通 首先有知覺才行 你沒有知覺 你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就不可以溝通到 知覺這五樣東西其實很有幫助 第一樣就是我們的行動 包括我們過去 現在和將來 溝通的時候有些人 尤其有些男生 通常女生來說 溝通是比較自由一些 多一些 小時候都是的 小女兒講話多一些 比較低一些 男生就比較靜一些 想要多一些 男生 任何一個都是的 可以首先有些什麼溝通到 最容易就是行動 譬如剛剛做過什麼 去過做過什麼 譬如你去探望 哪一個是誰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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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只是行動的話 都差一點點 因為只是行動 你就感覺好像不太近 好像有一個距離 但起碼說做什麼是很有幫助 為什麼呢 譬如你和家人 你連外出做什麼都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你的生活 所以第一 我們說我們做過什麼 這是很有幫助的 很多時候這是很基本的 然後下一個就是 sensation 我看到什麼 感覺 即是說身體那方面 聽到什麼 聞到什麼 那這件事有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這樣 譬如你敲門 又沒有反應 這個就是你聽到沒有反應 這件事發生的事情 你敲門 通常敲門有反應 又喊 又沒有反應 你只聽不到聲音 的時候 就會引起你 可能有些感覺 會害怕 所以這個我們眼睛看到的東西 或者有時候我們說 見到一個人 見到你今天很開心 我見到你 譬如我跟太太 有時候會說的 某些題目一說 他就很開心 即是有些事情 我一做 他就告訴我 他最喜歡見到我笑 即是當我笑的時候 他又會很開心 因為 因為他 那我又看到一件事 即是 當他告訴我 他見到我笑就開心 即是說原來我的笑容 很重要 是對他很重要 我便會鼓勵我更加多笑容 即是他看到我笑 接著他會有開心 但我想問你 看到我笑 接著我開心 他講 這個知覺能說到哪幾樣 看到就行動 行動 看到你笑就會很開心 看到不是行動 是知覺來的 知覺 知覺 就會很開心 感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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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覺 就是感覺 即是我看到 知覺到 我就很開心 所以這些句子 這五樣東西 是很多時候可以放在一起的 例如你敲門沒有反應 敲門是動作 對 動作 接著聽到沒有反應 知覺 知覺 首先就是行動 他不止幾樣東西 有敲門有叫 這個就是行動 接著就 聽不到反應 原來聽到和聽不到 聽不到都是知覺 譬如你很簡單 你和人聊天 你問他問題 接著他埋了定了形 沒有反應 他沒有反應 都是知覺 我們知覺到他的沒有反應 都是待遇一些東西 對 譬如你問那個人 你是不是拍拖 他接著不出聲 很大可能 已經感受到 對 已經感受到 感受到的可能 是拍拖 因為如果他 如果他不拍拖 他會很快會出聲 說沒有 不是這樣 很快 暫時 不要試著 現在沒有試著 不要試著 好 好 下一件就是思想 思想 思想就是我們覺得怎樣 譬如說 當你拋門沒有反應的時候 你覺得什麼 你那時候的思想 可否是他首先 就是這樣 這麼快 就想到 或者 或者 就是 你是一個 下一個結論 結論 就是一個thinking 一個結論 就是他可能想 為何 這是一個thinking 是嗎 對 這是一個認為 認為 認為是否決定 就是一個思想 是假設 假設 是假設 是假設 你看到一個人 說話 譬如說話 很聰明 你會假設 這個人很聰明 譬如說話 很反應 很遲鈍 你會假設 這個人 可能他的反應 是有點慢的 這是一個假設 這是一個thinking 一個分析 對 有不同的假設 對 原來我們知道 我們 原來我們知道 我們裡面 有很多 假設 很多thinking 這些thinking 但是很多人停留在 thinking的 溝通 停留在think 以為呢 以為是甚麼 以為是甚麼 即假設 以為都是假設 寫到以為的那些人 對 哪有 這裡沒有寫出來 但寫到 i think 即是我覺得 假設 第四 意圖和我想 這是很多人沒有說的 因為他覺得 不好意思說 例如說 有些 有些 會容易說 例如 我現在 想吃東西 我想去洗衣間 這樣 就會 講出意圖 但 當講到關係 就比較難些 例如 我想你陪我 這句話 很多人不敢說 為甚麼不敢說呢 例如 有個人會說 我很想你陪我 為甚麼說這句話 那麼難 怕被拒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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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對方說 對方說 如果溫和一點的反應 例如我沒有空 就溫和一點 但如果他強烈的反應 可以用甚麼反應 我想你陪我 他跟著可以怎樣強烈的反應 為甚麼會吵架呢 我想問 朋友都可以 其實 你分手 你立即快拿這些 為甚麼 為甚麼會吵架呢 對 要求不必滿足 跟著再強烈要求 要求 但跟著他說 你很煩 這個很煩 包括了甚麼 溝通了些甚麼 溝通了些甚麼 就是思想 思想 思想 我說甚麼 是有思想 即是我覺得你很煩 不過也有一種感覺 兩樣都有 即是被嫌棄 即嫌棄你的感覺 但我又覺得你 覺得你很煩 就是一種思想 即是我覺得你很有用 我覺得你這個人很好 我覺得你不好 覺得你很煩 但覺得你很煩 不是 不是代表他跟著很煩 我再解釋一下 是 覺得一個人很煩 跟著說 我感覺他很煩 是否兩個程度 一個思想 覺得你的人 即是你的 講話太複雜 就很煩 這個是一個思想 然後跟著呢 那個感覺就 整個人都煩了出來 是吧 好了 為甚麼這句說話 你很煩 為甚麼會令到會吵架 為甚麼會令到吵架發生 因為這句說話是帶有甚麼 侮辱 對 侮辱 侮辱 攻擊他 令到他覺得被拒絕 被拒絕的時候 這個人就會馬上 將這件事 放到自己身上 即是你 你現在 厭氣我 你不喜歡我 即是說我是沒有用 沒有人喜歡我 不要想太多 人知欺欺 不要想太多 一方你說你很煩 一方你說不要想太多 其實你不是很煩 他只是說你很煩 你覺得他會不會說 再吵架 原來一句說話 無論是思想什麼都沒有 在後面看 無論是什麼 即是我們一說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以為自己好笑 哈哈哈哈 就會帶來 你們可以回應我 不過儘量少一些聲音 讓我們安靜一點 就是說 當我們說的說話 含有一種 對這個人的一種 評語的時候 這個評語一出了的時候 就對他很大傷害 好像今天我們用的例子 當然我們是很希望 馬英九總統 他會明白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真的在網上很多 因為那些人凡是笑到他 都會說你很奇怪 這句說話 出現了很多次 那個過程 我們想想想 就是他 首先他不理他太太 這是一個什麼行動 這個 是不是他特意的呢 他不是特意的 不過他就是 在他心中 可能對他太太 就不太記掛 下車就 自己一趟前去 在他來說 他是無意的 不過這個無意 含有些什麼呢 對於他太太 不是很體重的 這個行動 他是有錯 不過他不是特意犯錯 那次 好了 當他太太說 他太太說 等一下 可不可以等一等我 這句說話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句說話沒有問題 那他馬上反應是什麼 他說好 這個問題 這個反應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個反應是很好 其實他太太可以 當時馬上就說 多謝 多謝你 但是他太太太 為什麼會說 你很奇怪呢 因為其實他之前 都不開心 對 他已經是有很多 不開心 他的感覺 在那時候 他沒有知覺到 其實就是沒有知覺他的感覺 沒有知覺的感覺 就馬上爆出來 而他這句說話 你很奇怪 是一句什麼 的說話來的 令到馬英九覺得什麼 被侮辱 是啊 是啊 是被侮辱 就是你很奇怪 因為他不單止說 你不記得我 有幾種程度說 你不記得我 這個是一種的程度 但是你說你很奇怪 加了什麼下去 就是 Label Label 即是一個標籤 即你是一個奇怪的人 那個感覺 就是奇怪的人 只是說你是很異常的 跟普通人是不同的 對 你想想當時馬英九進去這個儀式的時候 你想想他 被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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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被尊重 他太太的感覺是什麼 被威嚴 太太的感覺是什麼 對太太的感覺 他太太有什麼感覺 不滿 憤怒 他還一直想 有沒有搞錯這麼重要的儀式 居然你會不記得我 那他就一直憤怒 其實兩個都很不開心 對嗎 兩個都有很多不開心 原來一句說話 可以包含這麼多種 令人有這麼多不同的感覺 好 當馬英九被訪問的時候 他說 他是我的 董事長 反對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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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是說 我不行 不是 我們家裡的太太 我們家裡的太太有些朋友 什麼 疏離感 好像不是說他自己的太太 他太太回來會問他什麼 我不是你太太 為什麼我們家裡的太太 這句說話 他第一夫人來的 是啊 所以這個第一夫人做得開不開心 不開心 是不開心 其實就是互相的傷害 其實我是忠心的祝福馬英九和太太 我真的這樣說 為什麼你會知道的 我沒有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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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新聞 上了YouTube 全部 而且很多人反映 塑造了歌筆也有 有找的動物 有貓 扮東西 總之很多這些漫畫 古靈精怪 這句是在台灣名句 癡瓜 但我們看到什麼呢 其實我真是真心 都是祝福馬英九總統和太太 我希望他們和很多很多的已婚人士 和未婚人士都會留意到 原來我們說一句說話 影響對方那麼重要 我們很多的言語 我們不知道 沒有知覺 即是說 馬英九的太太沒有知覺到她當時的憤怒 她就容許這個憤怒爆出來 於是就造成一種傷害 傷害誰呢 全國 她自己 傷害你的關係 傷害兩個人都傷害 兩個人都傷害 傷害她丈夫 因為她丈夫很不開心 她自己有沒有傷害呢 有啊 有沒有傷害全國人 有啊 有啊 第一夫人來的 是絕對傷害 絕對傷害 絕對傷害 你想想你是台灣人 你會有什麼感覺 當你見到新聞上說這些 雖然她們有些玩得很開心 就是慢慢在笑她 她有什麼抗議呢 她就找一些帆額寫很奇怪 這些東西 他們就成為一種方法去攻擊她 但當她這樣攻擊的時候 其實她自己都很不開心 其實她們都會覺得 第一夫人和總統都是這樣的 即她們根本不覺得是好 失望 當馬英九 她說到她太太是這樣的時候 她本來是想做什麼的 她是想做什麼 她說到她總統 她的太太是 什麼 反對黨 我現在是 反對黨 她 其實她想證明自己是個好人 她想說我是受害者 因為她受害了很久 難得有機會別人問她 但別人問她的時候 你是一國之尊 一國之君 她一國之君 一國之君的時候 她就以為我說過太太不好 就是可以拉回她的面 但其實呢 是不是呢 其實在破壞 因為當她說到這樣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 哇 馬英九 你很慘 因為會想到 馬英九有沒有搞錯 你家這些都搞不定 那你怎樣搞定她的國家 就是會對於她也有個評價 但她裡面是包含了很多想法 就是她沒有留意到 是吧 好了 我們先說到 意向和意圖 我想問回你 當馬英九當日常走到那裡 她太太可以說她什麼說話 而不是說那句 即是她 即是她 當她太太看到她不理她 沒有叫她 即是沒有跟她一起走 她可以說她什麼意圖的說話 我想你等我 是 我想你等我 麻煩你等我 那也都可以 當她等她的時候 她可以說她什麼說話 多謝你等我 謝謝 她可以絕對用這方法 她可以也都用笑容 欣賞 但是呢 當時是很難 因為她還未曾 什麼 處理到 所以我們越不處理到 那些問題就越大 越擴大 越擴大的時候 受苦的那個 就是我們自己的 那我想問大家 大家在家裡有沒有 有時候你的情緒搞搞到 你又 在家裡人有時候 就是表情 又不歡喜 又不太理睬她 有 是 拋開臉 或者有時候 弄一句說話 為何你這樣 有沒有這樣的說話 有 其實我們都會有 是吧 我們以為就很好 就是以為爭取那個權力 這個 叫做conflict resolution 就是解決問題 很多人解決問題 用過什麼方法呢 撈 撈 撈多你一腳 這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絕對不是 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這個解決問題 就有另一方面 我們稍後再講的 解決問題 我們暫時不講 但是呢 當時如果你覺得不開心 你想解決的時候 越是聆聽 越是關心 越是表達對方的關心 越是容易解決 越是把那些感覺爆出來 就越衰 就越大件事 就越解決不了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知覺 就是需要有這個知覺論 知覺了之後才能夠處理到 是吧 好了 以向就說我想怎樣 這句說話很多事情很難說 因為怕被拒絕 是吧 好了 跟著最後一個是感覺 指圖 感覺是最近身的 是不是 如果有一個人 永遠你都不知道 他感覺什麼的時候 譬如有時 有些老師他教書 他永遠都是教書 但你都不知道 他內心有什麼感覺的時候 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陌生感 距離 是有距離感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表達出 他有什麼開心的事 不開心的事 但如果一個老師 他表達一些 他開心的事 不開心的事 那同學 聽到的時候 會跟他的關係 會怎樣 密切一點 密切一點 會親切 會親切一點 那夫妻呢 做我 夫妻也是 如果夫妻沒有感覺 表達 有什麼效果 地方 感覺沒有那麼快 疏遠 地遠 結果 是可以悔的 我曾經見過一幕 一幕電影 有一幕是這樣的 就是有一個明星 在美國 做一個 Southern Night Fever 就是跳舞 那個 那部電影 他經常說笑 他跟他太太 他有一個表白 他跟他說 你經常跟我說什麼 你都是說笑的 我永遠都不知道 你有什麼感覺 跟你沒有什麼溝通 就是他始終不能夠 很真誠地說他的感覺 說什麼 他在那裡 又笑了大輪 說什麼笑話 靠起一些笑話 出來 美國人比較喜歡 是這樣的 但是呢 給人的感覺 就很 很遙遠 但是很多人很怕 說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說感覺 好像很 有什麼感覺 感覺的時候 會有什麼可能 尷尬 拍頭 會拍手 會拍手說出自己的感覺 有時候覺得很瘀 一些很瘀的感覺 但是其實這件事 是說的時候 但是我們要選擇聖魔 不要是時候 是有什麼感覺都說 就一定撞板 感覺不是任何時間都說的 我不是大債 好了 下面就說到五類的感覺 這些大類 第一類就是 Glad 我們講英文字 講個五個字 G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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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 Man Afraid Sh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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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一就是 開心 興奮 平安 喜歡 那類的經驗的感覺 I'm so glad I'm so glad 這個音 告訴大家 A音 Add Glad 口要盡量 Glad 嘴 額骨要打開 Glad Glad 不打開 不要Glad G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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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MEN Man E-N 口比較小 Man Man 就是大口 Man Dead Man Clad Fed Fed Ted F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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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表達這些負面的感覺的時候 一定是雙方都準備好 並且方法不是爆出來 不是一個像爆炸城一樣 而是一個表達平和 表達和爆出來是兩件事的 第三就是憤怒 即是發生氣、激氣、猛爭、爐吵 當我們真的很激氣的時候 真的需要的時候 有時可能會這樣說 即是當我看到這件事發生時 我心裡是很生氣的 但你不要爆出來 因為你一直說 我好生氣的 那個人就很頂不住 因為他覺得這個爆出來的憤怒是什麼呢 就好像一個人生的攻擊 所以他就馬上反彈了 然後就是害怕 就是害怕 害怕 然後是害羞 羞愧 內疚 這些感覺呢 在溝通上我們是要分時間的 但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而且我們要關心人的感覺 最好這些感覺是什麼呢 是有人去問那個人 關心那個人 讓他說出來的時候 然後回應他 這樣的時候 他就覺得被關心被安慰 好了 我講出這五大類 是有一個目的的 是要來溝通的時候怎麼用 我講一些例子 例子 例如今天 子林說到關於你去找 潘友 潘友的時候 你很擔心很害怕 當你分享的時候 人就會感覺到你 沒有感情的 不是沒有感情的 即是你是有感情的 潘友是有感情的 即是有一種的感覺 表達的時候 是將你的人性表露出來 即是更加真實的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 值得讚賞的 所以當我們能夠溝通到 我們這五方面的時候 講回這五方面 記得嗎 這五方面記得嗎 第一是感動 I act 英文就有I act 接著呢 I sense 即是看到的東西 聽到的東西 感覺到的東西 感觀 感觀的 第三 I think 思想到的東西 想到的東西 第四 I want 然後第五 I feel 你自己留意一下 自己什麼時候有用 什麼時候沒有用 還有怎樣可以用那麼多 還有這些很多事 是混在一起的 是會放在一起的 例如我講一些例子 你告訴我 我講些什麼 好啊 好啊 當我之前 我聽到你們的對話 我就覺得一個好的時機 我立刻叫Shirley 就在這裡聽你們的說話 好吃嗎 我都說了很多東西 不過不要緊 你分析到幾有幾有了 這個在說什麼 我聽到你們在這裡 他們幾有對話的時候 這個是什麼 感 是 這個是感觀 聽到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時機 我覺得是好時機 我覺得是好時機 我就叫Shirley去聽 行動和意圖 行動和意圖 對 你有叫嗎 叫了 I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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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吃嗎 不是意圖 因為這詞人不是意圖 意圖是什麼 意圖和 但是你叫他來聽 你是有個意圖 我聽於什麼 對 有個含有的意圖 沒有說出來 含有的意圖 我想去聽 去瞭解我的情況 讓我過後可以回應 後來她說給我聽的時候 我聽到她所聽到的東西 我聽到她有些發言 我很開心 很難你聽到 首先是聲音 聽到有些發言 發現了 很開心 一句句子 不是 就很開心 聽到她有些發言 聽到 聲音 聲音 發言 發言 是思想 她發言 就是她的行動 即她的行動 她發現了一些東西 她的行動 那我就很開心了 感覺 對 我感覺 因為當時很開心 我覺得她很聰明 是 結婚